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早已经在无数次时光跳跃之前完成的复仇 诚然 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 和御史这样由牧场主亲自缔造的神性存在相比 哪怕是五阶升华者也难以将其根除 更不要提一个早就被诅咒折磨的半死不活的残废 可哪怕是御史 同彩虹桥这样笼罩了整个陷阱的三大封锁相较 也不过宛如尘埃 早已经和陷阱结合为一体的彩虹桥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便相当于整个陷阱力量的体现 因此 便能够得出结论 只要能够借用彩虹桥的力量 哪怕是御史也能够被一个残废轻易地杀死 必要的条件齐之一 御史来到陷阱 必要的条件齐之二 共鸣体质 必要的条件齐之三 与齐 融合为一 就好像现在这样 在牧场主的诅咒笼罩之下 柳东黎的身体迅速化作地狱的眷属 而植入身体内的毒株在深渊精髓的卧冠之下迅速生长 通过御史的攻击 与其彻底融合 他说的确实没错 他为重 他为一 作为牧场主神性所流出的分支 他完全可以视作来自完整神明的碎片 地狱之神的侧影 除了这一具寄托精髓的躯壳之外 无数病毒都是他的延伸 现在 柳东黎也是他的延伸了 在这一瞬间 共鸣启动 别害怕 竖完墙上的斑点就结束了 彩虹桥的灰光映照之下 柳东黎愉快地微笑着 所谓的燃烧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 时光的明洞迸发 自柳东黎的躯壳为核心 无可阻挡的波兰席卷 吞没了御史的存在 令一切神性和原置动荡着 迸发悠久的余音 共振 开始了 以这庞大的能量作为代价 以共鸣体制作为枢纽 向着彩虹桥线上纯粹的祈愿 根除过去的恶果 令未来得以向天国延续 时光跳跃 即将再度开始 这就是来自过去的报复 属于亡魂的复仇 以时光逆行的恐怖热量 将敌人彻底 燃烧殆尽 复仇 柳东黎清笑 那种东西 我早就完成了 完成了41次 不需要去拯救世界 自有心的英雄们从大地之上崛起 他只需要去完成属于自己的 属于21万费尔巴哈公馆亡魂们的报复而已 此刻 灰光的光焰蔓延 在亡魂的注视之下 一寸寸的将它们彼此吞没 最为彻底的焚烧已经开始 不管是深渊的精髓 高贵的神性还是污染的原质 此刻在彩虹桥的光焰之下被粗暴的尽数点燃 化为了最纯粹的热量 创造出悖逆物理学的奇迹 不论玉士如何愤怒挣扎 通往过去的大门在缓缓开启 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怒斥 上一次你害怕得像是小女孩一样啊 柳东黎沙哑的大笑 展开双臂 拥抱过去所照来的光芒 那么 玉士阁下 请同我一同在这时间循环的囚龙中旅行吧 他欢呼着宣告 你我的旅程 永无休止 徒劳而已 柳东黎 玉士怒吓 你不可能成功 你我已经深度融合 就算你将我带回半个月之前 这一切的未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一瞬间 柳东黎咧嘴 在南遏制自己那充满恶意的笑容 谁说过 要带你回去了 他说 谁说过 时间传送 就要将一个人 完整的送回去了 那一瞬间 焚烧的火光 从他的躯壳之下亮起 映衬着争鸣的笑容 如此惬意 却令玉士陷入呆滞 无法维持镇定 难以掩饰愤怒的咆哮 这才是奇迹背后的真相 不需要恐惧诅咒的侵蚀 因为他中将与敌人彻底融合 不需要仇措燃料 因为一切都有玉士为他提供 当然 也不需要完整的传输 因为过去已经有了自己的存在 第二个柳东黎 根本没有那种必要 一念足以 一缕最基本的原制 便足够将未来所发生的一切 将最终所诞生的结果带向过去 这就是来自未来的赠礼 在41次时光的轮回里 将41个柳东黎的记忆留给过去的自己 此刻回想起来 满是欣慰和感激 虽然和上一次有所偏差 但最后的结果依然还在接受的范围内啊 生天母没有抱恨而死 怀尸也没有彻底失败 混种没有选择申冤 单波内圈迎来了救赎 所有找人症患者都得到了治愈 回避了29个最糟糕的结局 排除了151个隐患之后 所存留下来的 便是光明的未来 只牺牲了一个人的奇幻故事 迎来了美好的结局 简直 完美 最后的时间里 柳东黎宁抬起头 就好像隔着厚重的大地 凝视着远方缓缓升起的太阳 崭新的太阳照亮了那些迷茫的眼瞳 恰如所有电影里的结局那样 一切都终将结束 然后 主角们埋葬了死去的同伴 迎着太阳 走向远方 走吧 浴室阁下 柳东黎愉快地闭上眼睛 展开双臂 拥抱着将一切焚尽的烈光 只属于我们两个的 第四十二次甜蜜的旅行 开始咯 Time to go 那一瞬间 光芒吞没了一切 来自此刻的一缕源至自焚烧中消失无踪 自时光的共鸣里 向着过去进发 跨越了纷繁的事象 向着过去无声而去 瞬间 在过去的那一头 激发了小小的涟漪 倒标动荡 柳东黎自痛苦的噩梦中惊醒 听见了来自未来的笑声 你成功了 他说 继续 于是 便继续 第四十三次 第四十四次 第四十五次 第四十六次 第五十一次 第七十二次 第九十九次 无数连一从这封闭的时光循环之中扩散开来 带来属于未来的欢歌 无法解脱的噩梦已惊燃尽 死去的亡魂在时光中穿行 而无穷尽的轮回依旧在延续 单波内圈之外 陷阱之外 边境黄泉比两板的另一端 一个苍老而魁梧的身影静静的站在通向陷阱的大门之前 任由那些人警惕又戒备的凝视 只是静静的看着远方的一切 幽深的眼瞳被烈光照亮 沉默不语 明明距离陷阱只有一步之遥 他无数次抬起手 可自始至终 却都没有跨越那一道封锁的界线 只是静静的等待 就好像在等待奇迹的出现一样 佩伦先生 在他身旁 黄泉比两板所推举出的代表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战战兢兢的发出声音 对于单波内圈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很遗憾 还请您 请您以大局为 喂 话没有说完 已经说不下去 他的双腿颤抖着 已经快要撑不下去 可一旦这个全世界最接近天敌的男人在这里动手 不论胜负 黄泉比两板中的一切都会彻底毁灭 放心吧 今天不会有战争发生在这里 佩伦说 我并不打算动手 与其说是回答他 倒不如说是对空气自言自语 对那些凝视着此处的所有人做出解答 拯救世界的工作 我不感兴趣 随便你们怎么做 他凝视着陷阱的门飞 轻声呢喃 我只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回来而已 无人回应 那一扇封锁的大门之后 也并没有出现那一张嬉笑的面孔 只有一个破碎的灵魂 正在渐渐的堕入地狱里 当轮回的次数已经述之不尽 密集的涟漪充斥着整个封闭的循环 在焚烧的恍惚中 柳东黎再一次见到了那个不祥的身影 撑着华丽雨伞的花魁低头俯瞰 怜悯的发问 这样的游戏重复多少次你才能满足呢 柳东黎 那还用说吗 柳东黎不屑地笑了 这么有趣的东西 永远不会厌烦 可代价呢 柳东黎 你还能坚持几次 三次 两次 还是一次 武德曼低头 端详着灰烬之中的残躯 看啊 无法烧尽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多 哪怕是彩虹桥也不会眷顾的不可燃垃圾 这都是你自己 他说 无法焚尽的你自己 此刻 当时光的轮回再次合并之后 柳东黎却没有再回到过去 他的意识依旧存留在现在的躯壳之中 灰烬里 那一具焦炭一般的躯壳 正在迅速的 生长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武德曼蹲下身 端详着他的面孔 每一次 你将一部分自己送回过去 可存留在未来的你 又去了哪里 共鸣体制是有极限的 柳东黎 哪怕取巧 对于时间的干涉依旧有限 彩虹桥也不会无休止地回应你的声音 恰如此刻的你 究竟是焚烧殆尽的你 还是过去的你 或者是未来的你 你真的能分辨清楚吗 他说 共鸣体制已经失效了 你的时光循环已经被你亲手打破 接下来 你将为自己戏弄时间的罪行迎来最后的清算 伴随着他的话语 灰烬中 柳东黎的身体开始再度生长 可那模样却在迅速地争灵 不只是躯壳 甚至在重重保护之下的灵魂之中 一缕纯粹到让人恐惧的漆黑浮现 迅速地扩散 从断裂的时光轮回之后 宛如有深渊的期待延伸而至 自其中 灾恶所汇聚而成的地域精髓缓缓浮现 崭新的统治者即将诞生 看到了吗 柳东黎 伍德曼了然的感慨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的结果 恭喜你 杀死了恶龙 可你自己也未能幸免 很快 在每一次轮回离你所做出的牺牲 你所累积的沉淀 你所背负的绝望 都将会迎来爆发 在所有的循环中 那些燃烧殆尽的神性 将在你的身上复苏 令你堕入最深的地狱 黄金黎明将会在比方公后 柳东黎 他说 你终将成为我们的一员 不 我不会 重生和凝固的痛楚中 柳东黎杀雅尼南 会有人来杀死我的 伍德曼 会有英雄给我安详的终结 没错 宛如太阳升起一般的英雄 会杀死自己 另早就应该死去的 亡魂得以长眠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那一瞬间 伍德曼的最后残影 无声碎裂 在披展之下 有沙哑的声音响起 不好意思 那边的秃子 再度敞开的电梯后 那个燃雪的身影 盘跚着走出 告诉他 最近好像没有你所说的 那种英雄在这里啊 在毁灭要素的侵蚀之下 他的半身被血色所笼罩 就好像是从火焰中走来一样 离开了直播的镜头之后 新生的英雄缓缓地露出微笑 双引号 怀尸 是啊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怀尸握紧美德之剑 撑起身体 艰难喘息着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蠢问题 我为什么搞定了神城未来之后 还能撑到这里来 没关系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不是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也不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没有贯彻爱与人气的正义 更没有能够成为什么帅气又迷人的正派角色 傻逼了吧 怀尸昂起头 告诉他 老子是课金玩家 柳东离愣在原地 真不愧是你啊 怀尸 他沙哑地呢喃着 忍不住苦笑 凝固的苦楚自灵魂中蔓延 倾听到接连不断地破碎声音 那是即将从灵魂中破壳而出的灾厄 由他自己所缔造的恶果 那些被消去的过去中所积累的歪曲 直在迅速地飙升 环绕着名为柳东离的轴心运转 源源不断地抽取着玉石所残存的力量和神性 融入了崭新的躯壳之中 过不了多久 在无止境的时间跳跃中所构造出的统治者将随着凝固一同诞生 这一次 时间将不再眷顾于他 他无声叹息 总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怀尸 来得太晚 恶国早已经铸成 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可比起最理想的状况而言 来得又太早了一些 要亲眼看着名为柳东离的人坠入地狱 变成面目全非的怪物 特修斯之船还没有换掉最后的版 可是却早已经驶入了海渊 在激流的推动之下 一去不返 就凭你也想抢我一哥的位置吗 怀尸 在恍惚中 他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 放弃吧 论美貌你是敌不过我的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这种都毁容了 还这么嘴硬的 怀尸看着那张迅速畸形的脸 都被气笑了 看向身后 为了防止他反抗 麻烦您帮我按住他的手 我今天非把他这张烂脸给刮花了不可 小事一桩 在他身后 来自象牙之塔的副校长缓缓走出 低头凝视着地上的柳东离 伸出手 隔空虚案 就在那一瞬间 科罗诺斯圣痕运行于此处 令柳东离躯壳之中迅速蔓延的深渊精髓瞬间停滞 那不是暂停 而是千百倍的将一切延缓 艾萨克亲自从自己石轴上割裂而出的泡影 降临于此处 令柳东离陷入呆滞 哪怕此刻是化为真理横昌的框架 笼罩在单波内圈之上的伍德曼都迎来错愕 难以置信 低下头 看向避障之外垂眸沉睡的中年人 还有他奋尽全力击出的 那一道 就连微臣都无法通过的裂隙 这就是唯一的破绽 我觉得 你可能是搞错了什么吧 其实艾萨克从头到尾 就没操心过怀尸来着 魁师那愉快的咧嘴 虽然和怀尸那个小鬼合不来 可他对怀尸的信心应该要比任何人都要强一些 毕竟那可是他叔父欧顿的继承者吗 相反 他反而更在乎你的另一个目标一些 要我说 这大概是末日警备员之间的情谊吧 作为老前辈 总不能眼看着后继者坠入深渊里 一道列系 对于三十二科注册学者 五阶圣痕科罗诺斯的升华者而言 简直和一扇敞开的大门没什么区别 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足够他制作出自己独有的二重身 以十轴投影的方式直接进入单波内圈里去 抱歉啦 伍德曼 他大笑 今天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你一个都得不到 那一瞬间 怀师的右手抬起 饱受血色侵蚀的铸造熔炉再次开启 掺杂着新红的漆黑火焰轰然升起 照亮了他的眼瞳 虽然已经毁容了 但当不了牛郎的话 至少可以回去当个家里蹲 对不对 怀师微笑着 轻声说 有个女人说 我的命 叫做万江功成一股枯 放心 老柳 你不会是那个一 那一瞬间 燃烧的钢铁之手 刺入了他的躯壳 握住了他崩溃的灵魂 可真理恒昌的框架却迸发轰然巨震 伍德曼伸出了手 在柳东黎身后 军烈的地面陡然一阵 裂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 有冷酷的光芒亮起 在地狱的最深处 吴何有之乡再迅速上浮 自最深层的寂静区中 黄金黎明的天梯呼啸而至 化为了绵延了横跨了数十个深度的绳索 霉入了柳东黎的躯壳 拉扯着他的灵魂 摆脱了怀师的五指 向着地狱 瞬间坠落 正是那一刻 黄泉笔梁板中 名为佩伦的男人抬起了眼眸 冷漠的视线穿透了边境和陷阱之间的隔绝 落在了真理恒昌的框架之上 凝视着冷笑的伍德曼 伍德曼似有察觉 抬起眼睛 看过来 一瞬的呆滞 紧接着 便看到了 佩伦缓缓地抬起手臂 五指缓缓握紧 铁光泛起 粗壮的肌肉撕裂了长袖 青筋浮现 伴随着黄金心脏的跳动 雷鸣迸发 无与伦比的力量与此汇聚 他抬起自己的手臂 向着前方轮出 可随着他手臂的横扫 眼前的空气便轰然破碎 令景象扭曲 而那个本不应存在于此处的幻影 竟然被拉扯了过来 强行 由虚转时 化为了真实存在的躯壳 紧接着 狂暴的铁壁已经横扫而至 勾在伍德曼的脖子之上 宛如一具移动的脚形架 依靠着速度和力量 降下了最为残酷的蹂躏 瞬息间 颈椎碎裂的声音迸发 死娘娘枪 好久不见啊 佩伦低头 凝视着脚下呆滞的故人 平静地告诉他 或许 上一次的分别太过匆匆 导致有些话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说也还来得及 他再度抬起手臂 贺梯王的无双之力 再次汇聚于铁拳之上 耀眼的雷光萌发 随着雷鸣 轰然砸落 离我的儿子 远一些 那一瞬间 远方的单波内圈 笼罩在天穷之上的真理横昌轰然碎裂 失去锚定的瞬间 无何有之乡的天梯之光无声断裂 只有柳东黎的灵魂还在迅速地向下坠落 在那里 等候许久的风平伸手 就像是小时候的游戏那样 扯住了他 微笑 哥哥 我抓住你了 于是 柳东黎的灵魂再度归还 看到了怀师的笑脸 稍微会有点痛 他说 第一次都这样 忍着些 习惯了就好 紧接着 便有惨烈的痛楚意识的最深处迸发 漆黑的雁光 吞没了一切 自影中而死 于阳光之下重生 这就是大司命所创造的最后奇迹 等怀师从漫长的沉睡中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 就在存续院的病房里 24小时的监控之中 随着有急促的铃声响起 代班的医生和学者们鱼冠而入 开始无微不至地检查着他身上的所有状况 通过各种仪器 确认着任何一丝一变和凝固的迹象 很快 警报撤除 警戒级别下调 虽然各项指数都岌岌可危 但勉强还在安全的范围内 擦边而过 至于身体状况 反而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项 反正 对于存续院的技术而言 只要人没死 都没啥区别 并没有过了多久 就有第一位访客进入了ICU里 坐在了怀师的面前 来自统辖局的记录专员 开始向怀师确认曾经发生过的状况 尤其是他进入了废墟之后 没有在直播中出现的那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啊 怀师无奈拍手 摊开 一脸茫然 我到了那里之后 地上就只有一具尸体 置于玉石 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话说 玉石是谁来着 我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幕后黑手不是那个神城 神城未来吗 你没看直播吗 他都被烧成灰了 没了 记录专员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抬起眼睛问 那柳东黎呢 那是谁 听起来挺熟悉 怀师愣了一下 歪头 好奇的问 有我长得好看吗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怀师先生 柳东黎是你曾经的同僚和好朋友 记录专员的笔尖敲打着纸面 执着的追问 你不可能连他是谁都忘了吧 不好意思 我大概 有可能 或许 是失忆了 怀师艰难的笑了起来 耸肩 你看 我在单波那圈一路狂草乱砍 最后还啃了个毁灭要素 总不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对不对 怀师先生 这涉及了统侠局内部一桩极其恶劣的越狱案和盗窃案 希望你不要拿这个来开玩笑 况且 他身上还带有诅咒 必须接受存续院的治疗 记录专员在问 神情严肃起来 如果你真的是他的朋友 应该明白究竟怎么才是对他真正的好 请告诉我 柳东黎究竟去哪了 我怎么知道 怀师想了一下 认真的说 你看 那么大一个人 活蹦乱跳的 吃喝拉撒总有点痕迹留下来 可如果连天文会都没有找到的话 我想 他大概可能是已经死了吧 死得透透的那种 漫长的沉默之后 记录专员了然的汉手 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啊 怀师认真的回答 于是 记录继续 没有打扰怀师太久的时间 在做过简短的笔录之后 专员便起身告辞 在他走的时候 有存续院的医生将他的私人物品送了进来 经过了进化处理之后的新手机 钥匙 钱包 信用卡等等一大堆有的煤的 访客用的WiFi没有密码可以直连 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按铃 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东西吃 味道还挺不错的 医生和煦的说 接下来不会有人打扰你了 你可以安心休息 怀师张口想要问问题 可想了一下 又没有问题 医生好像看出了什么 笑了起来 不必担心 后续已经由象牙之塔接管了 单波内圈没有任何的问题 怀师松了口气 安心养病吧 很快你就可以出院了 医生钦佩地说道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尽管提 我们这里可是很少接待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呢 英雄 算了吧 怀师摇头 忍不住笑了起来 只是伸手指了指那个装着私人物品的箱子 可以的话 能麻烦把那个播放器给我吗 当然 医生伸手 帮怀师将播放器和耳机拿起来 放在了床头 看了看各项指标之后 转身离去 门飞关上了 有沙哑的歌声从耳机里传来 伴随着久违的旋律 Oh no Not me We never lost control You're face to face With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不 不是我 我们从未失控 在你面前的 是背弃整个世界的人 怀师闭上了眼睛 轻声笑起来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 柳东黎已死 只牺牲了一个人 一切就得以迎来了圆满的结果 实乃奇迹 实乃奇迹 实乃奇迹